注意看女人只是用手 轻轻碰了一下婴儿 下一秒婴儿的怪病瞬间就好了 正当母亲要感谢女人士 女人却消失不见了 原来她正是妈祖娘娘的化身 此时点亮红心 评论区留下一句顺风顺水 妈祖娘娘也会保佑大家 逢凶化吉的好运连连 原来李夫人的女儿 一出生就得了重病 请了无数的名医都无济于事 都说这个孩子活不过半年 就连女孩的父亲也打算放弃了 可是李夫人却不认命 走投无路下 她只好抱着孩子来到妈祖神庙 祈求妈祖娘娘的保佑 没想到妈祖娘娘真的显灵了 香炉的面前赫然出现两个大字 李夫人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妈祖娘娘在指示她前往西州 于是她顾不得收拾东西 抱着女儿就要往外走 丫鬟劝她等到雨婷再说 可是李夫人救女心切 别说是下雨 就算是下雪她也是一定要去的 她急匆匆地抱着孩子路过河边 不料此时脚底一换 孩子和她都掉进了河里 幸好被一位船家救下 可是此时她怀里的女儿却没有了呼吸 此时船家只是用手摸了摸小孩 没想到下一秒 婴儿又重新活了过来 正当李夫人要感谢她时 船家却突然不见了 她知道这一定是妈祖娘娘的化身 于是就一步一颗头 一直败到了妈祖神庙 磕的膝盖都流出了鲜血 此时一位女子走了过来 在得知了来龙去脉后 女子也被她的诚心所感动 只见女子用手摸了摸她怀里的婴儿 没想到下一秒小孩的怪病 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李夫人欣喜万分 正当她要感谢女子时 却发现对方消失不见了 原来是妈祖娘娘再度显灵 李夫人为了报答妈祖的恩情 决定把她的女儿秀琴 送给妈祖娘娘做一女 而妈祖也欣然接受了 妙宫告诉她 既然妈祖娘娘收了你的女儿做一女 那么就一定会保佑她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时间一晃过去了18年 秀琴也出落的亭亭玉力 而她也遇到了能托付终生的男人 可是自从过完18岁生日以后 秀琴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天秀琴和男友明昌来到妈祖神庙 没想到秀琴的身体又开始恶化 明昌祈求妈祖娘娘 只要秀琴的病能好起来 即便是折损自己的阳寿也没关系 听见这话秀琴连忙捂住她的嘴 不让她继续再说下去 秀琴很感谢明昌这些年来 对自己的关爱和照顾 自己多想和她白头偕老 可她深知自己的身体 知道她已经十日无夺了 为了帮秀琴增加福报 明昌和母亲蔡夫人 就到处行善步师修桥造路 希望秀琴能早日恢复健康 可即便这样也只是换来了 秀琴几年的环境 就当两家准备为两人举办婚礼时 秀琴却突然晕倒 等到送回李家时 秀琴已经没了气息 李夫人受不了打击 直接当场晕死了过去 很快地府的鬼差 就将秀琴的魂魄带走 眼看即将要过奈何桥时 妈祖娘娘突然降临 原来妈祖已经将秀琴一家的善行 上报给了玉帝 玉帝大为感动 要用他们多年来行善积德的福报 为秀琴转化成杨寿 闻听此言的鬼差 则立马带着秀琴回到杨间 准备让她起死回生